在蒙古族的心目中 马头琴是他们最爱的乐器 他们更把马头琴视为争宝 马头琴是中国少数民族 蒙古族拉弦乐器 因琴杆上端 雕由马头而得名 马头琴的历史悠久 从唐宋时期拉弦乐器 西琴发展演变而来 成吉思汗时也流传民间 马头琴是中国蒙古族民间拉弦乐器 蒙古语称超尔 琴身木质长约一米 有两根弦 共鸣相成梯形 声音圆润 低回环转 音量较弱 相传有一个牧人 怀念死去的小马 琴取腿骨为柱 头骨为筒 尾毛为公弦 制成二弦琴 并按小马的模样 雕刻了一个马头 装在琴柄的顶部 应以得名 马头琴是适合演奏蒙古古代 长调的最好的乐器 它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 如辽阔的草原 呼啸的狂风 悲伤的心情 奔腾的马蹄声 欢乐的木歌等 与此相关 元代的蒙古民族乐器 其总体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代表性乐器 不但在中国和世界乐器 在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且也是民间艺人 牧民家中所喜欢的乐器 马头琴所演奏的乐曲 具有深沉出广 激昂的特点 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 生活和草原氛围 音乐